請主委跟署長,謝謝 署長,你就任到現在多久了? 一年一個月 一年一個月 那天使哭泣的狀況有沒有下降? 比例有沒有下降? 這樣子齁,這個 有時候是跟著這個 每個時間點 他有不一樣的那個 因為尤其到了... 我們現在天使齁 變超人,對不對 那變超人之後 再來就變成散人 那散人之後 還好 有的是連人都還沒辦法散 就變成病人 那如果一個天使變成病人 那怎麼去照顧病人 應該是這個狀態 那你有沒有 有沒有讓現在這種狀況 很具體有效的 達到某種程度的 在你當一年一個月的署長任內 有改善 有所謂的讓這些護士 不再有這樣的狀況發生的比例 你可不可以胸有成熟的 跟我們對我們所有的委員 說明清楚一點,好不好 OK,那麼在...我想在... 先從... 結構面來說 那麼結構面呢,我想把這個 整個...我們已經把這個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評鑑啊,這些做一些改善 那麼...同時呢 在健保給付方面呢 我們也做到了 就是...原來我們提到的20億 給護理人員這些 那麼另外呢,我想也開始做這個... 呃...叫做磁力醫院 磁力醫院大概已經有80幾家醫院參與 我想一步一步的 我們都在推廣 這幾個月 還有一些...當然我們也在規劃一些 護理畢業生回流 或者是...呃...很多的一些計畫在進行 我...我相信呢,這個...呃...這個...這個...這個問題呢 是很多年累積的,我們也要一段時間來... 你可以...OK,好 你可以肯定的跟我講說 當時所謂的全民健保提升照護整體計畫裡面 從98年的8億多,99年的8億多 一直到100年的10億 到101年的20億 這個錢有完全落實在這一塊嗎 對,這個我們... 百分之百完全落實? 前面兩年齁,98、99 我們是沒有注意,但是一百年 前面兩年沒有注意? 對,那個時候...我想沒有說...去追蹤這個走向 但是一百年的齁 一百年我們已經在3月31號以前 一定要知道他們的流向 這個我們會調查得非常清楚 好,那我們就先談今年20億了齁 對 其中有12億是...給通過醫院... 給...給...通過醫院評鑑標準的這些...醫院齁 12億 12億嘛 那給...新增護理人員費用值占多少 7.5 對 那剩下的人 其他的就是...呃... 最近還沒有回來 我想到3月31號他會回來 3月31號?一定要等到3月31號 我會給你一張特別報告 給所有的委員啦好不好 好 楊潛署長齁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已經有...對你特別...來建議啦 也提醒啦齁 他說其實我們的醫事人員早就是...上班塔塔制下班責任制嘛 嗯...這樣的狀態之下 絕對是影響所謂的醫療品質 然後對所謂的醫事人員 絕對是不公...不義啦 那...也在今年的...欸對不起 去年的1月19號公告修訂 醫師評鑑的標準 將醫事人力列為必要的項目 且不得以...評鑑日為準 需以...全年的家權平均為準 對不對 所以...我們非常強... 所以...OK 那所以...所以... 中文字幕理想忘記 Мы沒聽說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